昨天我就在网上看见这个视频了 这个视频的这个 点击量转发量还真的很多 这是什么事呢 是一个老人在上海的地铁上揪起一位女子的衣领 强制让她让座 这个下班时间啊 4月14号下午 一位白发的老人 我从背影上看 我还以为是老太太呢 结果是男的 所以这个事情就又严重了 因为这个老汉明显是针对这个女性的 因为正常有这个上海的地铁都有尊老爱幼的这样的座位 是吧 那他不去 反而非要盯着这位女性 而身边边上呢 其实也有一些男性 也有一些其他人坐着 他不去拽别人 他非要拽这个女性 而且是拽这个领口胸口 所以这个人 老人动作确实有点粗鲁 还质问对方 你几岁了 女子回答 几岁又怎么样 我们上班一天也很辛苦的 为什么一定要让座给你呢 这个老人被激怒之后呢 一把把这个女孩子 从座位上拖拽起来 口中还喊 起来 女子惊呼 干嘛 衣服扯坏了 要赔的 老人立即回复 赔 赔就赔 不缺钱 愿意赔 那这时候 这位女子旁边的白衣乘客 主动起身让座 而老人视而不坐 老人也不愿意去 别的人的这个 让出来座位 非要这个女子的座位上 所以很多时候呢 网友都说 这不是一个简单抢作 这很有可能是个流氓行为 这老人是有针对性的 那所以很多人也说 真的不是老人变坏了 而是坏人变老了